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商起的一技能才是大招吧 兄弟们给你们看一个离谱的画面 敌方迪恩杰黄牌给了我方成小星 我一闪上去拍飞迪恩杰 迪恩杰交二技能 捷空落地 但一技能 萤火虫还是打掉迪恩杰半血 我拉扯一波后 再走上去对着迪恩杰又是一把一技能 萤火虫这次直接把他秒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出了什么控制面具 这种奇怪的装备 没有 完全没有 我这把只做了个实施语言 其他都是虎子装和肉装 所以兄弟们 你以为商起大招是重草 他的一技能才是大招呀 商起的一技能有个特性 就是命中敌人时 萤火虫只会攻击血量最少的目标 所以当敌人走位重合时 只要你拍起来了 萤火虫打的目标一定是脆皮或者残血 以前在体验服的时候 我教你用一技能 要连队友和敌人一起拍 既打了控制又有治疗还有输出 但那是体验服 那个时候没有萤火之力这个魅度 现在我建议大家 把治疗和输出分开用 这是因为商起的一技能 需要依赖萤火之力强化 可以看到不同层数的萤火之力 直接影响到商起一技能的范围 每层变大一点 九层达到最大范围 而如果你把队友和敌人一起拍 九层萤火之力会瞬间清空 等下一次一技能赚好的时候 你的萤火之力可能还没宰满 但只打输出或治疗 每次只消耗五层萤火之力 一技能赚好的时候 甚至又是九层最大范围 十分给力 然后商起的二技虽然是位移 但在每次位移的过程中 也会生成萤火虫 那这个萤火虫是不消耗被动萤火之力的 正常情况下 二技最远距离飞行 会产生三只萤火虫 但如果你进行连续飞行 飘移过弯的话 发现没 三次飞行应该是九只 但用飘移过弯的方法 产生的十一只变多了 那这些萤火虫的买量和输出能力 和一技能是一样的 所以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连续飞行来奶队友 实战的时候 如果你拖动二技能老是找不到草存的话 可以观察英雄旁边那个白色的虚线 虚线连接的方向 只要点二技能就会立刻飞过去 找不到草的话可以用这个技巧 那二技能飞行虽然会被控制轻松打断 但你自己也可以通过一技能来打断二技能的飞行 所以先二或者大 位移接控就是桑起的基础连招 是不是想起了那个叫夏侯的男人 没错 夏侯在江湖 人颂外号小桑起 需要注意的是 夏侯的一闪是可以改变技能朝向的 但桑起的一闪是不行 只能改位置 不能改变朝向 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那么桑起的招牌大招种草 真的有那么鸡肋吗 也不完全是 首先 大招有一个王者峡谷最独特的真势能力 像什么蓝灵王啊阿柯啊 这桑起大招范围会直接显形 只不过这两个英雄杜场率都不高 导致桑起大招没法展示这个功能 但如果预遇上了 记得掏桑起 至于大招用法嘛 你会玩连线游戏就会放桑起大招 你只需要记住尽量把大招 放在让桑起二技能能连接到的其他草叢的位置 就差不多了 这样你飞进去 又可以用其他草叢飞出来 最后送上桑起的出装名文 10宿命10条和10虚空 雪蛇宝石净化水晶 用来回蓝 敬畏荣耀 救赎之意 不强征造 魔女或勇业 那桑起作为一名辅助 其实挺有意思挺好玩的 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 一个anemy为破鸽子不会咕咕咕的先有提问 答谢答谢 如果飞在使用二技能的过程中 被冬皇张良大盗 会直接落地还是位移到终点呢 那这里我们让飞进行极限距离跳跃 可以看到飞在半空中被冬皇吸入 直接位移到落点的墙上 同样的情况张良也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不是在强制位移的控制 是不会让飞下墙的哦